開車幫忙 大家好 我是Andy老爹 這個我們常常忽略掉的一個功能 就是在車內的這個空調系統 那邊都會有個按鍵是 讓你要不要選擇 要不要車內循環 這個車內循環呢 其實有兩個要點 我的經驗 如果說你今天到一個比較冷的地方 或者是說你去冬天的時候 去這個合歡山 陽明山 阿里山去看日出 當車外比較冷 但是你車內有時候會有些人會開冷氣 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車內可能會起霧 因為當你的冷空氣突然遇到熱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水珠 然後就附著在所謂的玻璃上面 這時候呢 當你的前檔一起霧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好 那我會有個建議 兩個建議 第一個 當你的車外現在空氣溫度比較冷 然後呢 你車內開始開暖氣的時候 有時候你去上陽明山 合歡山可能想要看日出幹嘛的 只要你車內一開始開暖氣 就將這個車內循環給關掉 關掉的意思就是讓車外的空氣 可以進到車室內 第一個稍微平衡一下 車內跟車外的一個溫度以外呢 這時候記得如果你的風向可以調整 因為你知道我們風向不是可以選擇說 我要吹人 我要吹腳 還是吹上面 有沒有 這時候如果是我 我就會選擇 將這個空調 進來的空氣把它選擇吹前檔那個位置 那前檔那個位置呢 你車外的空氣 進來之後吹前檔的位置 就會讓你的前檔比較不容易起霧 這個是我的經驗 可以給各位參考 第二個我們講到疲勞駕駛 常常有人會忽略 有時候你開長途 台北開到高雄 這時候很多人都會選擇 不要呼吸到車外的張空氣 就把車內循環給打開 這時候會幹嘛呢 你的車內就會造成 時間久了 就會造成二氧化碳過多 過多會怎麼樣呢 就會讓你想要打瞌睡 這個時候其實對你的開車注意力是不好的 所以我會建議 在開車的時候開長途高速公路行駛 有時候你覺得空氣真的不好 外面什麼有這個 有人在燒木炭 燒什麼稻草等等 空氣不好很難穩 當然你把它關起來沒關係 就是只有車內循環 但是如果你覺得現在 艷陽普照 空氣非常好 你就把車內循環打開 打開就是讓外面的空氣進來 這時候會balance你 車內的一個氧氣跟二氧化碳 就會比較讓你清醒著 不容易那麼疲勞 這個是我的建議 所以善用車內的循環 會對你的行車安全 還有對你的精神會有幫助 開車幫幫忙 我是演藝老店 我們下次見 拜拜